前期先不推薦 我先看看这武器什么水平 虽然他这东西 但他场处特别少 多难顺 谢谢这个小兵不要给他A 他A我就A他 再补一把Q,然后再把线卡着 看他怎么说 他怎么不死啊 不是他为什么没死啊 我都以为他死了 我直接回头了 我操,记了呀 被武器杀很难受的 被武器杀一会直接跑不了了 因为被剑魔那种杀 他中期带不了线都不需要 我作为 按照我第二个超弱是物 没强到统统 但是这没那么多vp 试不出来可惜了 不过他有饼干不要硬队 第一波有问题 这样我现在都可以直接碾压他 打这五英雄是真不能修复的 破坏出来还难受一点 破坏出来就完全打不掉了 手都抬起来了 现在真无虞 现在不好打了 你看 这样他都可以直接敷脸上打 看不住 我都守不了他 他就想办法赶紧把蟹蓝刀输出来 清完冰箱就走了 他现在只要跳你脸上来你就还不了手 哪怕你抢到桶子也还不了手 死亡的抄袭 预示着我的归来 我问你妈 我现在走到哪死到哪呀 糟糕了 不要等到那种连塔都守不了的情况就OK 我现在就先啊 哈 人人有份 用他 更多火藥 他还没记忆 不过害羞 说了就是打不过 打不过怪我好吧 就把他说到我回过 我这点是线上的鼓励好 差一丢丢 破败是这样的 他现在也就是两个人头 他他但凡装备跟你一样的话他都能追击他 你你就是一定要你装备其他优势 你装备不比他优势就打不了 偷发育他会来边路找你 这把没那么好发育 他会冲着你 这把要看打完 带的钱就带不了 哪里都吃不了 这把是真不好发育 我只能等线过来才能吃 这把我吃个发育的好机会 我队友打过了 我吃一个上路二塔 我队友好猛 懂不懂我队友的实力 懂不懂 懂不懂 懂不懂cpu机制 好好好 说过了说过了说过了 完了他妈 放手心 我吃二塔我吃二塔钱我应该不会值钱的吧 我只要能守得住他 那就没什么关系 就怕边路塔数不了直接被跃 那就坏了 妈的 killing spree killing spree 还是装备太垃圾了 如果能拿小龙的话可以 这条小龙不丢的话 不算亏 这拳的就我又说点 看到你发育不好 他们这种刺客就可以追着你打 一碰就死了 你要是出肉的话 武器推塔 你要管不了他 连线都拣不了 碰个不够 他妈的 罪也太大了 快了 那我得 守塔 可能也守不了 守高地吧 这个塔真不好守 他妈的 老子放天条的 换天条的 不行我伤害实在太低了 我不能靠太近就不好炸桶子 如果我靠得太近 有距离炸桶子的话 他反手依我身上来我就得死 他打团他都不进去切的 他在这里换 我人在这里 我就很难打伤害 好强 感觉一波不了 他一个走 一波不了可惜 滚你妈的宝密 只要炮清雨的还出宝密 出宝密也活不了 活不了都别活了 你不死我死行吧 小雨摸刀也得死 趁下就谋了 他们是神赚的 他俩的装备是一毛一样 是个单阻我 给老公吃 可惜没兵线 这武器现在这个装备带不了 我现在装备并不比他怕 不知道他干什么回去了 莫名其妙他好久都不发育了 他们动了 不备一波都还有希望 来不及,打也慢了,打AD很久了,还没鞋子,跑很慢了 这是我们,我们要打他们前排,我们杀,我们杀他们AD是没用的 真要打前排,不打前排我也打不了杀害 他们前排一凸上来,我就只能跑 我来,兄弟们,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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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拉了我拉了我拉了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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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倒在了52年圣,兄弟们 以后不款了,以后,以后不款了,以后不款了,兄弟们说啥就是啥 以后不款了,以后不款了 都要按摩 才能够在哪里 就是这件事情 在酒店里的封器里 我们不能够和那里 但是,我们不够和那里 是在酒店里帮助 我们去看看 我们不可得福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